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回200有沒有 到底回100 又回400回200 有沒有看到 狂跳啊幹這個 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 BAY阿伯 今天是開服的67天 那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 講一下我們最新出的 聯名角 原陣營的角色 我們的幽炎島 沈菸 那麼這隻角色 一出 直接讓其他的輔助 黯然失色 到底有多麼的誇張 我們在待會的影片 就會來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好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 不妨先幫阿伯點一個讚 訂閱並且開啟 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的最新資訊 然後我們就正片開始 來吧 OK 那麼出這隻角色 阿伯呢有一個 最新的幾個建議喔 就是說 其實 陰陽的卡片 我認為 我認為啦 我個人認為啦 已經不再是重點了 所以說 前面幾次的活動 如果你有換稱號 恭喜你賺翻了 如果你是拿去換陰陽的角色 我只能說 以現在看起來 應該算是虧爆了 為什麼 太強了 這個圓角真的太強了 之前為什麼阿伯叫大家換稱號 因為角色會越出越強 所以說你急著把一個角色 練到什麼 踩2踩3踩4踩5 那都是中大課以上玩家 再去考慮就好了 我們平民玩家最重要的是什麼 上踩就好了 上踩就好了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上踩 我們最主要 如果這個角色 例如說我現在武當上踩 我要再練上去嗎 我短時間不會 我先說我短時間不會 我會觀望 為什麼 因為上到彩色 就算武當被淘汰了 有一天假如說被淘汰了 我不是說他一定會被淘汰 我說假如 那麼至少 他上到彩色 可以為我們增加這個 等級的上限5等 那至少還是有價值 那如果你升的太高 那CP值的話 肯定就沒有這麼好了 對不對 光看他出這個第一隻圓角 我真的嚇到了 換稱號的人 真的賺到了 好 那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些角色 到底有多OP OP到我一個 哪以置信啊 我本來想說 原角色頂多就 強個1.2倍 我覺得就已經很強了 但是這個是強到 強到我不知道 該怎麼說 我們直接帶大家看一下 最OP的地方好不好 他最OPOP的地方 就是第4招了 只要他去補了別人一次 對我方這個俠客使用技能補血 造成滯留效果 就會使其獲得100點的內力 這個真的太扯了 然後加上 他的這個 必殺技是範圍技 等於說直接範圍全體 狂回內 回血 減傷 回內 一個技能全部搞定 而且 多出來的血量 就是本來滿血的人 多出來補的血量 還會變成護盾 這個真的是 這個真的是 拿慈航跟他比都是懶教比雞腿 你知道嗎 就這個概念 這個什麼 輔助類型 其實我覺得 最不建議練的就是輔助類型 為什麼 因為輔助類型 容易被取代 容易被取代 因為輔助類型有一個詬病 就是說 其實輔助類型有一些 並不需要練度 像我們的這個 像你這個 什麼 我們之前講到的 橫山派 也不吃練度 他上場就有用 不要死就好 只是他比較容易死 所以橫山派就比較還好 像花劍派 他的技能有無敵一次 他只要能上場 技能丟出來 他就很強了 對不對 還有這個水屬性 負面上debuff 只要他們技能丟出來 他們本來就是輔助類型的角色 所以說通常 不吃什麼練度 那唯一比較吃練度 就天師們 因為天師們 我們會拿來當坦 對不對 他可以拿來當坦 好我們再回去 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 幽閻島神炎 好那第一招技能 我們詳細的帶大家看一下 他放出來之後 可以為我方全體的俠客 施加這個恢復效果 然後呢 為其恢復400%攻擊力的血量 那麼升到後面的話 是可以恢復450% 整體來說 奶量是沒有比我們的 這個誰 慈航還要厲害的 奶量是不足我們的慈航的 因為慈航 他的這個奶量 是最噁心 目前還是最噁心的 因為他每秒可以回復100% 125% 然後持續8秒 所以說 慈航的第一招可以直接 回復到1000%的一個血量 1000%攻擊的血量 那麼我們的 沈菸 他第一招之後 回復到450% 不過我覺得很夠了 然後呢 他還可以為這個 施加這個減傷 減傷40% 那最重要就是說 他這個恢復下去之後 還會去回復內力 那我覺得是 最噁心的一個地方 他嚴格來講 就是一個綜合體 那在這個遊戲當中 通常誰的必殺 先丟出來就贏了 所以這個群體回內 是極其的噁心 還有就是我們之前有講到說 算是一個機制 就是武當他釋放必殺技之後 對不對 他會慢慢的去扣除他的內力 那此時此刻 如果有人幫他回復內力的話 他可以一次丟出兩個大絕 三個大絕 甚至四個大絕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說 才會用這個武當去配天師們 就會變得非常的OP 因為第一招這個 天師們也是群體的回內 對不對 回復500點的內力 那現在又多了一個省煙 也會回復內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OP 好再我們來看一下他第二招 第二招受到攻擊的時候 會立即美一本次傷害 而且還可以讓自己無敵一秒 升級之後可以無敵一秒 無敵一秒很厲害 很厲害 等於說如果有掛這招的輔助角色 就不怎麼需要練度 不怎麼需要練度 而且他的第一招的攻擊 回復的血量也不吃他的練度 也不吃練度 所以說 這隻角色你只要有一隻就可以上場 而且他的這個強度 就直接爆表 就直接爆表 無敵一秒 這個很扯 無敵之外還可以魅惑別人 那我們可以把它放在這個後排 那我們就有很高的機率可以魅惑到對方的主力輸出 對不對 因為主力輸出通常就是打範圍或者打後排 那他們只要去打到這個省煙之後就會被魅惑 然後還有個地方很厲害 就是說他這個技能還可以去打到這個打他的隊友 那這邊魅惑的時間是2秒 2秒就比較可惜 有點短對不對 不像那個誰 花間派5秒 這個就比較可惜一點 不過整體來說 這個 生存能力是比花間派要厲害的 比花間派要厲害 這個 可以吃掉很多傷害 對啊 1秒 1秒可以擋掉很多次傷害 好再來第三招 是一個 乃我們的隊伍裡面最虛弱的一個人 而且恢復量為450%的生命值 哇 而且還可以附加這個減傷的效果 哇哇哇 真的是太OP了吧 太OP了吧 是不是 那麼 這反而就會讓我們 這個天師們的隊伍更厲害了 對不對 你拿天師們去當坦 那通常他這招就是乃在天師們身上 就可以直接回復內力 觸發這個回復內力的效果 那我們的天師們呢 就可以比較快的去把他的必殺技放出來 然後就群體回內 回內又回到我們的這個沈菸身上 然後他放這個絕技之後呢 又群體回內 這樣一個無限的輪迴 非常非常恐怖啊 所以說這個沈菸跟我們的天師們武當 變成是鐵三角 鐵三角 我現在認為是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好 那我們先來總結一下幾個重點好了 幾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支援呢 最好就是都不要 在focus在陰陽的角色 都不要 最好是不要了 就是 但是 尤其是輔助 尤其是輔助 因為這個強度真的太扯了 太扯 這個扯到一個 就算你 池塘上到彩色 他出一個 職品的 屌打你的彩色 對不對 這個已經誇張到一個 不知道該怎麼說的一個 強度了 那至於說 打手的部分呢 可以繼續練 但是我也是建議說 上彩就好 先上彩啊 如果你是 中大課玩家 你就繼續練沒差 畢竟說 你資源比較多嘛 那如果中小課玩家的話 我覺得打手 還是先上 上到彩色就好 搞不好 等一下那個 原角色出來 也是跟鬼一樣 那 就不好說了 但是打手 要被取代的 機率比較低 應該不是說 機率比較低啦 應該說 比較難 例如說你無課玩家 你要去 養出一隻原角色 你要練上去 短時間是不太可能 那通常打手 都一定要升上去 你沒升上去 你的打手打出來 不會痛啊 攻擊力加成太少 對不對 又不像這種 輔助類型的 輔助類型的 基本上 他只要技能組強 他只要技能丟得出來 他就跟鬼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打手跟輔助 是完全沒辦法 去做一個比較的 所以說 我們盡量 陰陽的卡片的這個 輔助的資源 最好是就不要投資上去 那坤倫的話 就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因為 坤倫他是一個 爭議 你可以變成說 你把它分開來 他一半是拿去投資在你的武當身上 一半是拿去投資在你的坦身上 對不對 這是拿去投資在坦身上 然後這個附加是附加到你的主力身上 所以說你投資坤倫的話 基本上還算是在投資你的主力 主力輸出的攻擊力 還有你的主力坦克的坦度 所以說昆倫 就比較不一樣 但是那種效果型的 效果型的輔助的話 就建議說 可以不用投資資源 就是觀望吧 畢竟說這個圓角已經出來了 我覺得 他已經是固定人選了 很難有人可以 對啊 替代他的位置 對啊 所以 所以輔助角色的部分 我們就是盡量 慢慢練就可以不用急 不用急 這個真的太厲害了 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說 這一次事件之後 讓我們知道 最好我們的資源 活動就是換成號 這是阿貝的建議 阿貝的建議 因為角色這種東西 遲早被淘汰 那帳號這種東西 你投資在這個帳號身上 他是跟著你跑的 那你投資在角色身上 遲早 遲早就是會被取代 好 那至於說 這個活動的部分 阿貝會在另外拍這影片 來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角色 有多麼的OP 多麼的OP 強到一個超級扯的 好來直接 哇 這麼快就把必殺丟出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加100 100 100 一直跳 他技能看起來 好像就只有兩招補血 要放必殺 還有小招會補 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 沒有回很多能量阿 但是他放上去之後 這個超級會回 回到一個很扯 對啊 怎麼我的武當這麼快 必殺就丟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這邊回200 有沒有 到底 回100 喔 又回 喔 什麼400 回200 喔 有沒有看到 哈哈 光跳阿 幹這個 阿我的武當怎麼死了 媽的誰把武當 武當 操掉阿 阿貝在拍片耶 開會亂七八糟 欸 他怎麼死了 不是阿 他怎麼死了阿 奇怪 好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整體的奶量 奶量是比較一般 但是這個回內效果根本無敵 哈哈 根本無敵 重點就是 他的這個回內效果 好扯喔 有沒有 加100 有沒有看到 加100 好像打地鼠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又全部加100 100 一直跳 好扯 這根本就是直接塞了好幾本吸星大法了吧 好扯 那我覺得出這角色也是蠻不錯的 你就可以讓吸星大法的這個效果 反而你就會覺得影響沒有這麼大 影響其實沒這麼大 這個比較扯 這個扯到一個炸裂 他以後會不會出什麼技能減CD的阿 例如說什麼 一本這個彩色秘笈 然後增加你的這個小技能減CD 哇那個更猛 那個直接屌打吸星大法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喔 如果真的出的話 我們這個 原角色就要幫他塞一本 有沒有 跟鬼一樣 這個回內效果 你看 太扯了 換不掉 我跟你說 這角色 換不掉 這原角換不掉 太強 強到炸裂 有沒有看到 100 馬上再回100 200 馬上再來 又回 這100就開始狂跳 好扯喔 他是不是有做壞阿 因為他上面寫的這個回復的感覺 就是要補到血才會 才會回這個 100的這個能量阿 可是怎麼會一直狂回阿 他技能都不用CD的嗎 他不就是這一招補血而已嗎 這招也沒補血阿 對不對 然後這一招的話 也是一個效果阿 就是溢出來之後 有60%會變成傷害 對敵人造成傷害嘛 對不對 然後增加他的奶量 跟回復內力 造成的這個傷害會減少 還可以降別人的攻擊阿 傷害值提升 溢出治療的這個80% 所以他回血就只有這一招阿 對阿 他怎麼怎麼會這麼會加一直加阿 太扯了吧 這個我 我覺得這角色會不會被到時候被nerf阿 這個是不是有點做壞阿 聽說這個好像 陸服沒有 台灣的這個 自己出的角色 是不是有 有問題阿 這個會不會馬上被nerf掉阿 因為這個真的有點誇張你知道嗎 他那個 明明 回復這個 血量的這個招數就只有第三招 而且是單奶 可是他卻可以一直加耶 很扯還是他這CD速度很快阿 你看 100 有沒有 你看 這次就比較正常阿 可是你看 又一直持續的100 100一直跳耶 好扯喔 吼吼吼 吼吼吼 扯到一個乍獵的角色真的做壞了吧 如果假如說 這隻角色是T0的話 那我們的池航差不多變T2了吧 T2你知道嗎 那個等級那個差距 極其之大 如果這隻圓角是排T0 排T0 那池航只能排T2 或者說什麼 昆倫就不能 因為昆倫是不同性質的輔助 以這個乃度 那像什麼花尖派 這都直接甩到T3去 T2 T3去 這個太強了 這個真的是神級別的角色 那好像這個活動 無課玩家也可以白飄一直出來 那我們之後呢 再來跟大家做個詳細說明 我再來研究一下 準備來拍一下這個活動的影片 好啦那如果你有什麼其他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留言 來跟大家做個討論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影片呢 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貝倫們 下集再見 掰掰